哈喽大家好,我是Lion先荣 那今天这期影片的信息量非常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没有订阅的朋友一定要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 同时记得关注我的脸书主页 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我们线下的一些互动的信息 那今天这期影片主要源于一些朋友在线下的留言 就是其中有一个朋友说 哎呀,我这个通过我们频道的这个影片 然后我也每天提升我的这个能量 然后通过冥想打坐 感觉这个精神啊,健康啊 整个这个能量都获得了很好的提升 但是周围的人呢,就觉得啊,我是不是疯了呀 然后所以自己就有一种这种孤独感悠然而生 那看到这个留言之后 我突然意识到 哇,我需要立刻来录制这么一期影片 来跟大家说一说 因为我相信 这个朋友其实只是一个代表 就是有他这种感受的朋友 应该也不在少数 就是修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呢 其实这些朋友是已经修到了什么位置啊 是说修到了我们 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那么在修行的过程中呢 就是在觉醒之前啊 我们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活着嘛 对吧,看一切就觉得啊 这个山啊,水啊很正常 然后我们就会被这个山和水影响 对吧 然后之后当我们修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开始觉醒了啊 我们知道啊 其实一切都只是我们啊 投影出来的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山不再是山 看水不再是水 而这个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这个时候开悟了 其实不是啊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经历一个误区 但是不是开悟的悟 而是迷悟的悟 大悟的悟啊 我们是进入一个悟区 我们以为我们是开悟的人 我们以为我们看透了整个世界 其实是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觉醒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中间这个时期 因为这个时期啊 你看这个大悟的悟啊 悟这个音又通开悟的悟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什么东西啊 我们是迷茫的 我们是看不透的 也就是这个时期如果我们修不好 我们就会在这个时期啊 挣扎 我们就会感觉到 很多朋友这是为什么感觉到很痛苦 有一些朋友在线下留言也说 哎呀我修行的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这个要怎么样 这个要关照 那个要关照 每天很痛苦 其实我们修行应该是一件非常自在 平静的事情 如果感觉到痛苦呢 一定就是修偏了 修到了迷雾区 那当我们进入到这种迷雾区的时候 如果还是自己修 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没有一个好的导师引导的话 你会在这个迷雾区啊 摸索很久 之后如果摸错了方向 甚至之后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这个时候我 必须是非常急切地来为大家录制今天的这些影片 来为大家做一个很好的引导 就像大家在行驶 在这个大海上突然起了雾之后 突然大家看到一个灯塔 大家朝着这个灯塔的方向走 很快就穿过 穿破了这个雾区啊 到达了 哇就是一片一片清爽的感觉 也就是当我们真正穿越了这个雾区之后 就会立刻进入到我们修行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也就是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好多朋友说 怎么又跟以前一样了 对 但是现在之后的这个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跟之前的不一样了 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是在活着 但是当我们穿越了这个迷雾区之后 我们就是看着自己在活着 就是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知道这只是幻象而已 我们就投身在里头 我们享受这一切 享受这个山和水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而不被这些东西所牵绊 不为这些东西而执着 我们就是活在这种自在喜乐的状态 通透的状态 而不是之前被这些束缚 被这些压制的状态 那如何进入到我们穿越这个雾区的状态 就是说我们这些朋友 为什么感觉到现在 为什么周围的这个人 看着自己 觉得自己疯了 为什么自己感觉到很孤独 就是因为好多的朋友 把自己当做了一个修行人 把自己当做修行人 就是跟别人在说话 出事的时候 就说我是一个修行人 我要站在一个修行人的高度 我要跟你讲话 你这个东西说的不对 做的不对 我看不惯 对吧 好多事情看不惯 好多跟别人说话 就展现这种修行人的高度 对吧 然后做事情 很多也是按照修行人的标准 就是这个我不能做 这个我要戒掉 对吧 这个时候是强加的给自己 加上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是任何的东西 我们不是顺其自然的 是强加的让自己去旅行 去做 去实现的话 我们又活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执着 我们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妄念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又给自己套上了 另外一个修行的枷锁 对吧 这就是偏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立刻的 我们调转船头 我们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开去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切记 也就是任何的时候 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跟任何人说话的时候 做事的时候 我们表现的要跟所有的这些 没有觉醒的人 一模一样 如果让人家看出来 你是一个修行的人 那我们一定就是修偏了 你说当我们在跟别人做事处事 跟同事相处的时候 家人相处的时候 朋友相处的时候 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我们该笑的时候 对吧 该笑的时候就笑 该哭的时候就哭 该要展示一下厉害的时候 给对方施以颜色的时候 展现一下自己的这种威武的时候 这个气也要出来 这个气场也要出来 不是我们什么都要 这些东西都克制 这个我不能做 这个我不能说 对吧 这个我不能吃 对吧 给别人一看 对吧 其实你不要说这些没觉醒 其实觉醒的人 你跟一些觉醒的人在一起 人也会觉得这个人疯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跟之前的状态的区别 就是之前我们在没有觉醒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遇上事情 我们高兴的事情 笑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同时也起了情绪 我们的心 心引领我们 心是引着我们的 我们一高兴 心一动 高兴之后 这高兴就会带着我们 引领着我们来做出一些高兴的事情 对吧 因为情绪产生 可能说出一些话来 跟别人说出一些很奇怪的话 做出一些很荒诞的事 如果我们在之前这种想哭的时候 之前遇上伤心的事情 哭的时候 可能就会大大的伤害自己的身体 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是觉醒的人 我们是开悟的人 我们同样也是在笑 也是在哭 也是在跟别人讲明事理 但是我们的心是不动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 区别就是我们的心是不动的 当我们的心不动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受这个情绪的牵绊 之后我们就不会因为这个情绪 没有觉醒的人就是情绪 情绪的引领 之后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麻烦 佛家所谓的因果业力 因果就都出来了 因为你高兴了干了这个事 因为你生气了打了人家 之后就给自己带来麻烦 所以我们觉醒了开悟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要做无情的人 什么叫无情 无情不是说无情无意的那个无情 这个无情只是说情是情绪的情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很好的 掌控我们的情绪 因为一旦有了情绪 无论你是喜的乐的还是悲的还是怒的 对我们的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跟大家举个例子 例如喜伤心 怒伤肝 对吧 私伤痞 悲伤肺 这个恐伤肾 所以你看你任何的这种情绪都会触及到你内在的这个脏气 你脏气随之就会发生转变 然后由之你就会由着这些脏气 你一发怒 你干火一旺 刷一下 你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可能就会对别人造成伤害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切记 我们做一个无情的人 好多朋友说 哎呀我这个情绪不好控制 非常正确 就是我们修行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控制情绪 我们平时说的很简单 对吧 就是大家在没有遇上事情的时候 风平浪静的时候 我们说这些话很容易 就说没有事情的时候 我控制我的情绪很好 这个时候也不喜也不悲 对吧 也不怒的 对吧 一旦遇上事情了 坏了控制不住了 所以我们平时的练习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们平时在 打坐的时候 平时在静下来 没事的时候 坐车的时候 等人的时候 对吧 看书的时候 这是为什么我时常跟大家说 我们要时常的要跳出来 绝招我们当下正在 所有的起心动念 我们所有的行为 来绝招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频繁的练习 我们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 我们就知道 这个时候我有没有 我的情绪是什么状态 我的心是什么状态 那时候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 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了 及时的我们又跳出来 来关照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当我们只要一决 这个决意出来 立刻我们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我们决意出来 我们就是在看着 我们自己在活着了 这个时候就不会再受到 这个情绪的引领了 所以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 我们要多加的练习 静下来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 我们就要练习关照 那同时我们要怎么样练习 我们的这个情绪 不要起来 例如我们平时 这个听到周围 例如有什么汽车警报 哗哗哗哗哗哗这么响的时候 听到周围的小孩子 在哭闹的时候 对吧 听到一些噪音失功的 一些噪音纷扰的 这个噪音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修行的 非常好的时机来了 我们这个时候跳出来 说这个时候有汽车的 这个警报声响了 这个时候如果是之前的话 心烦意乱 对吧 想着这个警报谁搞的 怎么还不问呢 对吧 赶快把它消除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跳出来关照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正在被 这个汽车的声音 来干扰我们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空杯的方法 我们把我们的心 变成一个空的杯子 我们不要把这个噪音 注在我们心里 我们让这个噪音刷 从我们这个杯子 这边进去 那边就露出去 没有底儿 这个杯子 对吧 就露出去了 这样我们立刻 我们就 这个东西就化掉了 对吧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是一个透明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空性的人 就所有的噪音也好 吵杂的一些事情也好 别人的诋毁也好 别人对我们的谩骂也好 我们都试着 说OK 你过来没关系 我是一个透明的人 我是一个虚幻的 虚幻的一个 投影出来的一个影子 或者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完全透明的 这么一个东西 空气人刷一下 这个东西就穿过我们 我们不接受它 穿过我们就化掉了 所以我们经过这种 反复的练习 反复的练习 这种练习就叫做 顺从 接纳 臣服练习 所谓的顺从 臣服 接纳 不是我们 一味的去妥协 不是妥协 而是说我们这个东西 只要对我们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我们就让它从我们身上就过去 就化掉了 这个时候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情绪 不要让它动了我们的心 我们这个时候就处在这种自在平和的状态 对吧 然后经过我们反复反复的练习 当我们这个功力越来越强的时候 再有更大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能平静如水 才能在那黯然不动 对吧 这个时候才能展现出 哇 这个人修行的定力 所以跟大家举一个比喻 就好比是一个大湖 一个湖泊 对吧 你看这个大湖 它随着这个周期 还有季节的变化 这个湖水 有时候就会非常的风平浪静 有时候就是波涛汹涌 对吧 但是如果大家去这个湖的中心去看看 那个湖的中心是非常平静的 是完全不动的 所以它只是表面上动而已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做就做像这个湖一样的人 就是我们表象上 所有的我们该哭的哭 该笑的笑 该给对方示意颜色的 我们就示意颜色 但是我们内在的内心 是完全平静的状态 我们就达到这个修行的这个境界 我们就达到了 我们就冲出这个 出了这个误区了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别人看到我们很正常 对吧 有缘的人 同频的人 我们可以跟他分享一些 这些道法的信息 但是很多人他是没有缘的 然后这个频率 也不是在一个频率上的 你跟他去说 跟他去分享这些东西 他不光听不懂 反而还会诋毁你 那当然会觉得我们是疯子了 对吧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跟这些人 强加的去分享这些信息 对吧 所以我们外在上的表现 也是跟这些人一样 对吧 因为我们平时还有日常的生活 对吧 日常的生活 日常的工作 你也要跟这些人打成一片 对吧 否则人家就会孤立你 你在公司里 对吧 在家庭里 你就不要说在公司里 你在家庭里 如果天天在那咚咚咚的念经 然后也不跟家人交流 觉得人家都 这个跟你不在一个频道 对吧 很快你们家人都会孤立的 对吧 所以我们跟所有的人 都是尽情的 非常洒脱自在的 跟别人交流就好了 对吧 只是我们内在知道 我们的内在是纹丝不动的 我们修行的是我们的内在 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并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之后的更新 同时在评论区 说到自己的感想和信德 并把它转发给你 自动道合的朋友 同时记得回去看我其他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小铃铛 小铛铛 小银铛 小铁铛 小铛铛 小银铛 小铛铛 小铛铛 谢谢观看